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个月到3月4号我们有专案推广 有很多东西都有推广价 所以我来示范我们的菲利牛排 再加上我们的澳洲有机无盐奶油 还有我们的台湾海盐 来做一道不同以往的牛排料理 这一次我用低温 大家要可能有不一样的概念产生了 我牛排我前一晚有先用盐渠抹它 因为我们菲利牛有的人会觉得它吃起来比较嫩 但是因为它油脂比较少 所以我没有用盐调味我用盐渠 然后抹上我们的澳洲无盐奶油 我们这一款澳洲无盐奶油 它是来自饲养过程没有使用抗生素 而且有维持当地生态 保留更多生物多样性的一块奶油 可能会比外面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但是如果你试过你会知道它是值得的 在做烤牛排的时候我都会再加上一些根筋类 然后这边再看到我刚才有用 我们现在用台湾海盐 它是来自我们嘉义布袋 古老盐田用传统日晒法制盐的 中南海盐的代言人盐程序我认识 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中南盐厂的主人 大家如果有机会生产者户外教学呢 都可以到我们的盐田来玩 在这些蔬菜啊 我把它用了海盐跟某一些黑胡椒调味之后 我还有再把一些奶油丢上去 今天这一道料理我完全用的就是我们这一块澳洲有机无盐奶油 然后我还加码做了烤蒜片 大家影片中都可以看到 我用一个小播放然后把蒜面切一切 然后把奶油丢进去 一点点的盐在里面 这个是我第一次低温气炸90度20分钟 稍微让它静置一下 我再涂上一次奶油 再涂上奶油之后 我再用制烤工人烤10分钟 因为我这一次的牛排我做的比较熟 因为家里有术后病人要吃 如果你习惯吃深一点的呢 那你在制烤的时间你就可以缩短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烤箱 可能你的时间会再拉长 因为我用的是气炸烤箱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气炸烤箱 那气炸烤箱它的热对流跟热传导 它的效率远远大于一般烤箱 所以它在做肉列料理的时候会非常的适合 我现在都用这一台来做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薄荷自己种的 这边看到的烤蒜面已经出来了 然后还有画面中烤盘上面会有油 对不对 我就再打一颗蛋进去 它就很像太阳蛋了 我都不用再起锅 然后这一道料理呢 颠覆我们以往做牛排的做法 就是直接高温下去烤 我试着用低温让这一块飞利牛的味道会更好吃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